POPG也小概率事件经常发生的 所以我刚才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觉得越来越奇怪 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当时在二阶段的时候 就感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 不好打了 越近过来了 但是这不还要贴吗 给了个提前浪雷 牙皮先放到了一个妹妹 这波直接一波苗头线 停车位置也挺尴尬的 这波近点踩一枪 112 还能拉一个队友起来 天美还没转移呢 注意力气机车刚好开过 这感觉到危险了 对对对 他感觉这个是有套路的 哎呦灵树的出枪 这个贴是倒了 小翠要排一下点 看有没有第二个人 没有 那再往前压 一直在修 但是头上来人了 赶紧叫兄弟来 来了这边封烟 小棠这位置不安全啊 小小的干拉 这边spaceman还没有拉好位 哪里都可以拿 牛海皮这波绕边的一个选择 也是吃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脚圈 对的 绕过来了 接到了一个 这波可以稍微的撤一下 因为DT拿了东边 那天马就可以拿西边 但是出事了 这是个敞篷啊 推不回去了 推到反坡后了 小棠选择了一个不太好的防型 这个地方主要是视野上差了一点 所以说他连带的话 也得把旁边那个扇头给踩住 而另外一侧这边小陆gaming 对 但可能也是今天最会把换个风格呢 对不对 直接秒掉 同时队友开车还出现了意外 这搞过来近点就成小鹏一个 JFY上局打那么好 这局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对吧 所以说选手们在场上出现这种侧身啊 等等的情况 是很正常的 看下的时机的 哎 112这个过点 具危险 直接回头要反打 换联局再对 哦 哦 福根 什么情况 这个有点小马 你毕竟有视野心出枪啊 今天刚打完一传三 就出现了这个环节 所以说赛场能一传三的选手 也有可能会有点小马 小马不算吧 对对对 大炮这个枪 真的就打定吧 哦 这不要接架 这鸭皮已经顶过来了 而且鸭皮一脚踩到圈 那也现在ACG很头疼 我下脚打完了以后 才能拿这个山头去看信息 是的 主要先手就是错过 但这一侧的话 马东西放倒了 路路 这是要上车吗 很凶啊 但刚刚是有出枪 这个位置是已知的 而另外ACGG 是不是能保持依旧良好的手感 一斜锁住 哦哦 这个车差点把自己滑了 匆匆 北部的枪线 这个没得躲了 这个烟起不来了 要被捕了 ZGG 王哥要移一敌二啊 连续两个道具丢过来 队友马上到位了 那田麦听到了车声 立马撤退了回去 那现在TMA成为了进攻方 这个圈形一出来以后 TMA要去打ACG了 要往北部走的 打了就完事了这种点 是的 这场的压力点 主要是来自于北部区域 对的 林树这边出手了 果然将Forever给放倒 还给直接补了 是ACG跟TMA两边是一触即发 两个人打斜同 直接拉到反坡 七七往前去前顶 但是天霸上不来 Forever也踩不上去 北部New Happy放了 放点DT有枪线 Forever的侧身挺难受的 巨难受 这个点一旦放了枪 Forever现在只能在车后不能动了 而且马上要吃道具了 这种位置 高点的露露被打掉了 这样112和鸭皮的枪线 几乎是一致的 这种位置 TMA ACG 只要有道具 就能把对手压制的抬不起头 但自己被DT给抽了一个 马卡马卡先把露露补掉 DT又抽了龙松拳 Forever的位置被压死了 然后北边New Happy去处理 北部战场了 那天霸也有机会能拉出来了 这是天霸解决的timing Forever被淘汰 小鹿gaming北部也站不太下了 很难进圈 来就过点 没有人架 换神是打了天露 天露来劝架了 现在New Happy要左右两边接两队 换神也倒了 是特别的一个出枪 这个夹挡枪 让New Happy很难受 只剩近连反坡中平 刚刚扶起冥冥 一颗大伤的一颗雷把特别炸倒 给了New Happy喘息的空间 又是一个大背身 打掉只剩冥冥 天露想把所有的分数全部拿下 就一个经典的冥冥了 看到了高达第一丝血 还是稳住了机会 一枪就倒 New Happy也被清掉 天露还可以扶人 天霸找了一波机会来 不漏过的 这波有风险 出手了 天霸秒了个交友 这样天霸会前压 哇 林树这个点觉得真爽 没有还手机会 这位置打都打不了 林树疯狂做尊起就行 还顺便减肥 可是扎马步呢 GYG很吃雷 因为有车的一个问题存在 GFYG全得熬 现在GFY认DT做大哥 好在这一波波菜倒了 经典的这个投注威胁 暂时消除 208KRG 要把圈边给卡住 匆匆一个人在圈边挂着位置 还被KR 小轩这下斜坡 距离稍微有点点远 想要回头直接打 没机会 EMO PIG过来 直接野 瞬间秒掉 今晚不EMO 怎么处理GFY这个坑 好现在处理不了 是 而且他下一步自己下车 还会有问题 对的 这边防区的大哥们 已经是摩拳擦掌好久了 分道扬镳了 另外两个队友到了西边去 开车开上来 天地在这个位置就溜好了 知道了DT的枪线 贴到了厕所里 先封一个侧面的烟 要近 但是这边防区一直有人在见 门朝向是在东边 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而另外一侧 GFY这边是要吃手雷的伤害 催气腰 这一侧是被小杯给放倒 两个车都炸了 还好不是什么豪车不心疼 又炸了 全部给你先翻 然后圈形刷到了 大翼城西边这边 DT又是一个原出民的感觉 前期反正是没放什么枪 小抽了一下 但我感觉还是比较充足 这边长条方肯定还能再舔一舔 三把迷你 一直在过 GFY的问题 DT可以下一个阶段去解决 这个阶段就是压制 我17也想出来 很难受啊 这个过点也算是疯了 但是能去哪儿呢 只能贴反坡 但这个背身还处 会不会配偶捕捉到呀 它没有很好的一个去处 这边一落位 正面又接车 19又带走了一个 真的无处可去感觉 17这个圈形刷的 真的是让他们太绝望了 而且就对于他们来说 打了自己说了算 对的 你看这背后一直在抽 小左换完子弹可以继续抽 小鬼最后还要操作 直接往二楼去丢了一颗雷 圈形的判断 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选手们场上大刹不刹 都知道这个附近是绝的 四个人都在这个反坡 可能会吃到道具 不过DDT让出了一个二层楼给Pero Pero能上去吗 但是小鬼的这发 一流的手雷 将小电脑炸到 再一发手雷 自己倒了 Pero倒两个 篮杆大惨 吉隆哥的血量也不高 远点 天没的枪线 Pero只有最后一个了 太快了 太快了 吉隆哥现在动不了 好啊 等眼起吧 进坑了 鸭皮想跟 就挺尬的了 去扶人了 TMA了 TMA还有车 再过来打吉隆哥 吉隆哥扶人扶一半 这波长龙还扫了一个腰下来 鸭皮是顺利的贴到了围墙 在这个角度 故障难鸣 其实DTT还挺开心的 因为它这个角度 如果要连续接三波的话 难度还是有的 但这波因为周边队伍互相消耗 它这波接的并不是很困难 它很头疼 就是东边接班 你必须得处理它 阿同姆最后选择对枪 12的人头还是被高兴过来给补了 路奥气死了 这个人都没扣到 没扣到 人数三人 知道今年有人要把人给拔掉 这边 Spaceman也是出手将 7-7给解决 哦 我懂了 六哥是让队友来 就在下面硬讲 鸭皮现在很急 直接被给了一箱头 翻下来被蹭掉 但是过点 直接被瞄脸 没了 这条马路过不去的 后面看看烟雾弹怎么丢吧 时间拖时间 准备打南边吗 来了这波 发起突袭 哎呦 不太行啊 这个位置 马路干了 一打一了 禁烟 天天有反铺 有掩体 这波如果出烟线就糟糕了 高兴雪凉 非常的糟糕 马路直趴 没了 还是这个掩体优势大 多了个地 弟弟 小兵雪凉 小兵雪凉